嗨大家好我是曼妮 凤梨料理来到了第三部影片了 前面两部影片有一部是教大家 用凤梨来做凤梨蛋炒饭 有搭配鱼来菇 那另外一道料理是结合了 虾仁鸡丁还有各式各样的菇类 来做凤梨的料理 这两道呢其实都可以单单的放在 这个凤梨船里面 那我这次是把这两个都把它组合起来 这样就会很丰富 这边先跟大家示范一下 我们怎么去把凤梨的中间 那个肚子把它挖空 你不用从二分之一对半切 而是选择三分之一三分之二 因为这样子你要放食材 放你料理的东西也会比较好放 在这里我选择的是斜切 因为要直切啊 我的手要整个抓住那个 凤梨头凤梨叶那里 有点刺刺的 所以后来我想了想 我觉得斜切会比较好 就三分之二的地方 是我们等一下要装我们料理好的食材在里面 然后就把它 边边都把它划刀 然后你可以斜一点 这样子它划下去的深度会比较深 这时候我选择稍微长一点的刀子 凤梨头这里 就要画得比较深一点下去 通常这边都会没有切断 所以这边就是把它划深一点 然后中间这一个凤梨心这里 再对切 接着啊 你就斜边像我这样子 斜边把凤梨一片一片切出来 其实你不要害怕 然后可以换比较小一点的水果刀 会比较好作业 我是因为在拍影片 所以我想一镜合成 所以我就没有再换刀子 这里就建议大家换比较小支一点的刀子 比较好操作 就像画面中这样 一片一片斜切把它切出来 然后再去把它刮得稍微干净一点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方式切凤梨啊 反而浪费的凤梨没有那么多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切凤梨的时候 那皮切下来 其实都觉得好像还切蛮多肉的 凤梨有很多的营养 但是也不见得说 因为它有营养 我们就要大吃特吃 大家记得所有的食物啊 我们在吃的时候都是均衡 都不要过量 因为任何东西都是有症有反 这样讲大家都懂哦 然后我们就把刚刚做的 前面两道影片 做的两道料理 就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 或者是你要单独任何一道 放在凤梨船里面 它都非常的漂亮 都可以是一道很华丽的宴会菜 平常的时候餐桌上 如果出现这道凤梨船 应该小朋友都会惊呼吧 妈妈你怎么那么厉害 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然后凤梨啊 它是属于甲离子比较高的水果 所以肾脏疾病患者呢 建议是不要使用 大家要注意一下 好了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拜拜